4月23号是沙士比亚的生日 也是他的祭日 有人说这是他一生最完美的轮回 4月23号也是世界读书日 此刻是紫夜时分 在三连涛分书店 我和所有爱书的朋友一样 和书在一起 从去年的4月18号开始 这里就是24小时不打烊 每一个城市的匆匆过客 路过这的时候 也许都会静下来 都会走进书店 用最宁静的呼吸 来一场和书之间的约会 李克强总理说 希望这家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 能够成为北京的精神地标 就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世界里 即将出现的他们 因为读书而改变 在这样的精神地标里 失落者重拾生活的信心 前行者寻找到前行的阶梯 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你从哪里来 只要你是为读书而来 这里都会为你敞开怀抱 给你一片宁静 带给他们这份心灵的宁静和改变的 其实就是这家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 这家三连涛分书店 隶属于中国出版集团 今天我们对话节目当中 请到的这位嘉宾 就是中国出版集团的领军人物 让我们欢迎谭岳总裁 欢迎您谭总 大家的视线一直都被那家 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所吸引 我知道他开办的时间大约一年了 这家书店现在是赔了还是赚了 这个书店还是良好在运转 销售2000多万 接近3000万 利润300万出头 文化影响和经济效应都没有问题 现在正式了 其实我觉得他还从另外一个侧面 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 让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 略显浮躁的时刻 阅读依然是那么多人的选择和坚守 4月22号下午 李克强总理考察厦门大学期间 专程走访了群线楼一层的夏大时光书屋 还说我们应该把每天都当成读书日 4月23号 刘云山来到中华书局 参加读者开放日活动时说 要引导人们爱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 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全世界每年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犹态人 平均每人一年读64本书 而我国成年人人均阅读纸质图书4.56本 中国是世界阅读传统最悠久的国家 但现在中国人却不耐烦看一本书 是我们阅读量真的不够吗 现在的中国人到底是阅读量变大了呢 还是变小了呢 我认为中国的阅读量大大提高 我们这些年 每一年的销售是20%以上的增长 我们图书的品种也在大幅度提高 你看我举一个数字 我们的畅销书 在我们行业里面 两万本书 连销两万册就算畅销书 我只讲十万册的 我们集团现在的十万册的畅销书 已经达到70种 也就是说我们供给在增加 说明阅读在增加 美国的科技作家叫卡尔 他就提到了 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数字化阅读 人们只是作为一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解码者 而变成了 而丧失了什么呢 这种精神连接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阅读的质量 其实是下降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堪忧的一个现状 他讲的这个观点 我是赞成了阅读的结构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概括为 叫做信息多 思想少 娱乐多 文化少 浏览多 精度少 社会的阅读成熟不成熟 对深度 对深度阅读 实际上是阅读群体的成熟 怎么样才能够让阅读真正回归它的本质 真正让我们能够读到我们心向网之的内容 接下来我希望能够把这一连串的问题交给一个嘉宾 掌声欢迎于丹教授 其实我看见24小时的书店现在都开放了 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成品书店 我通宵达旦的看见很多人在那里流连浪犯 那仅仅是一个书店吗 更准确的说 那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是一种有灵魂默契的人 到这里来去赴一场明镜的沙龙 我自己是生在文革期间 当时我的父母全都下放了 我连幼儿园都没有上过 没有同龄的朋友陪我玩 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 陪伴我那个同年的 就是那些我肯都肯不懂的书 但是后来我知道 书这个东西是可以反除的 就是一个人像牛一样 把草先吃下去 在你记忆还好的时候先有个存量 总会有一天反除 它能够让你懂些什么 我到现在都清楚的记得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 三四岁的时候 每天坐在桌子上吃饭 最下饭的饭菜 不是姥姥给你炒什么新鲜的菜 而是你坐在那里捧起碗 姥姥就开始读书了 书里面有时候一句话 会让你泪流满面 书里面会有一段道理 会让你怦然心动 有的时候你失业了 有的时候你失恋了 有的时候夜半梦回 坐起来的时候 你可能举目忙忙 没有人可以信赖 但是你起码可以到书架上去拿一本书 在我的眼里 读书和书店就是这样一个意味 其实真的像余丹老师反复强调的 读书不应该成为绑架人的一个功利的目标 它应该成为我们生命成长当中的一份特别重要的力量 谢谢 今天应该是二位的老友相逢时刻 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一本共同的书让你们来谈 但是我们找到了你们的共同的情谊 对吧 谭总认识余丹老师很久了 是吧 是09年吗 08年 还说少了 但是地方很准确 很难 他虽然是讲孔子 但是他打通了古人和经人的话语 也打通了伟人和凡人的思想通道 所以大家愿意听 所以我爷的时候会给他比喻一句话 我说你实际上是做了一次东 请孔子和600万人搞了一次精神圣见 我看到过一个数字 不知道他是否确切 每年出版的图书大概是50多万册 当我们在探讨阅读 并且认为现代人读的越来越少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出版读物却是越来越多了 深度阅读的时间 被那些比较炫的 比较快速的阅读都分割了 我们怎么能够增加一点深度阅读 我认为这个事情两方面努力 首先还是我们出版少 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追问自己 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过去认为我们是出书的 没错 我们今天还是 但是在数字条件下 我们要给自己另外一个战略设定 我们是出内容 我们是提供有价值内容 只有有价值的内容 才能够引导阅读 才能够推动人们的国民数字的提高 而是 Mr. Tan说我们非常严重 当每个孩子是出生的 每个母亲都给了一本 一本书是给了一本 一本书是给了一本书 然后当孩子就变成三年 然后五年 他们给了更多书 所以这一本书是第三个 我们在英国的计划 是给了一本书是美国的 所以我们在英国的计划 是给了一本书是 所以这一本书是一本书是 所以这一本书是一本书是 一本书是一本书是 这一本书是要 对应划 其实有一个场景 我印象特别深 有一次我从爱丁堡回伦敦坐火车 那个车动力设备 我想可能比中国现在的高铁火车什么的 要差很多 那个车里面没有暖风 大家裹着大衣还很哆嗦 但是车厢里真的是太安静了 没有人抱怨 也没有人大声聊天 就像是发的书一样 人人一本书在那看书 特别安静 特别安静 结果这个车开着开着不争气 终于就这样也撑不住了 动力彻底消失了 同时我们换火车 我想如果是我们寻常的遇到这样的事情 大家可能就气炸了 要去维权 要去索赔 要说我的时间多么宝贵 但当时的场景是 大家先都往座位里面让了一步 七八十岁的几位老夫妇 老先生在前面 手里面牵着老太太 手里抱着书 扁着头 跟大家倒着谢 慢慢的先走出来 读书到底能带来什么呢 带来了一种心平气和 这一点是我们很期待在中国能够看得到的 英国人如果是水准比较高的 这个我跟他们交流过 他们的阅读可能主要是冲着问题去的 这个问题跟他跟周围有多大的关联 不是很重要 中国人的阅读冲着什么去 冲着目标去的 对 但首先要讲 冲着目标不坏 只是说不够 就英国人的这个休闲生活 你不像阳光下 朝地上他在看书 他究竟看去多少 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 他是把他作为一种生活的休闲的方式 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读书 我们的阅读可能比较多的还集中在学习这个领域 有一天我们只是为了让自己未来能变得更加心平气和而去阅读 其实他也是一种进步 对吧 对 他就是提高人的休养 内在的素质得到锤炼以后 慢慢的熏陶以后 外在的气质就不一样 4月15到18号 排名世界第二的英国伦敦书展完美受关 中国出版集团荣获主席大奖 这是伦敦书展颁发的第一个国际性综合大奖 如何站在世界的舞台展现中国文化 如何让中国传统思想精髓传播到全世界 这是当前文化企业最紧迫的使命和担当 在你们的读书目录当中有你们特别喜欢的书 对吧 愿意挑出一本跟大家分享的话 会是哪一本呢 这是我们三年刚出的 叫《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这个作者是个清华国学院的院长 著名学者陈莱 讲的是当代的核心价值的中国的根在哪里 我们经常讲权力和义务 他告诉你中国文化是义务先于权力 然后他也告诉你我们集体和个人是什么关系 中国文化一直坚持的是集体高于个人 他也告诉你冲突和和谐是什么关系 他告诉你和谐要高于冲突 你看这都是当今的思想的素材 也是当今的思想的观念 可是在我们的古代文化里都找到了它的根 而且找到了东西文化的不同侧重点 我特别喜欢陈南青先生整理的《沐昕文学回忆录》 这是沐昕先生用五年的时光 只给十几二十个人讲的一个人波澜壮阔的文学史 这里面有他大量的性情 有他的悲哀和寂灭 有他的满腹牢骚 有他的万丈光芒 其实我小时候是学先前两汉的 我酷爱史记 就是因为那种究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你可以不把它当作信史来读 我读沐昕先生的这个文学回忆录 有性情 这是一个人搭建的历史 世界与中国的文学坐标 我特别谢谢宇丹来到对话现场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和阅读相关的点点滴滴 谢谢宇丹 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中国人获取与阅读书籍的方式 中国手机阅读用户超过两亿 移动阅读成为全民阅读新取出 只要你留意一下身边 你可以看到处处都是拿着手机阅读的人 无论是在排队的时候 还是在地铁里 甚至是在吃饭的时候 有人调侃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我坐在你对面 你却在低头看着手机 微信 然后飞信 我经常用微信微博 然后还有淘宝 这些购物的一些 2014年的调查中 我国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58.1% 将2013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 日均首期阅读市场首次超过半小时 谁能提供更有质量的数字阅读的产品 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之间的竞争 究竟能给读者带来什么呢 接下来我还会请出一位嘉宾 我不敢用朋友来定义谭总跟他之间的关系 他做数字阅读 他提倡在线阅读 而且很多人觉得你们有可能会是竞争对手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嘉宾 佟志磊有请 欢迎佟总 来请坐 我之所以在一开始不敢断定 你们二位会不会是有一种朋友的关系 是因为我依稀记得童总之前好像说过 你特别不喜欢纸质化的东西 不喜欢这样的一些特别传统的阅读方式 对不对 我觉得我跟伟红好朋友 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差异 我要拿出我的杀手锏了 人生只若初见 这位网友说 我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 你觉得我还能干多久 这是又一批将被影响到的人 开始想象着自己的职业生涯会不会来做一些改变了 我觉得如果他今天就转向数字出版的话 他还可以干一辈子 这句话对谭总来讲会不会是有一点小小的打击 客观的讲 情感上是有打击的 但是人除了情感以外还有理性 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到底是什么关系 都是内容 我们共同在追求着内容 而不是方式 我突然间发现 这个 友情的温度也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传递了 没有传说当中的这种竞争的火拼 或者是彼此的嫉妒 恨 没有这些内容 还是有的 还是有 那就是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出来 是不是他们的崛起 给我们相对传统的出版领域 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他们的作用 我觉得历史上还是可以记下来的 就是推动了传统出版 痛苦的转型 其实痛苦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因为我们之间 他抢我的方法 他就不断地在蒸我的盘子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造成我的反扑 我是保卫战 最后我要反击战 那我也在推动他 我们相互之间在成就 共同在成就什么呢 共同在成就媒体的融合 共同在成就新的出版业态 坦率来讲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 我和出版社之间 有这样一种战斗的关系 我从来觉得我们是站在一个战壕里 我认为对于出版来讲的话 他可能永远不能离开的是两件事 一件事情是内容 一件事情是他的媒介或者载体 而中文在线 现在做的事情在于说 我们希望用更好的媒介 让所有人都有机会 更方便地获取这样的信息 我在现场还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当数字出版和在线阅读开始兴起 他有点坐不住了 我们欢迎下一位嘉宾 他是商务印书馆的余电力社长 我清楚记得是2010年 9月份左右的8月底9月初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BIBF 就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那么有一个数字出版的一个高三的论坛 我呢有幸被邀请去 那个时候呢 刚好是我上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只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我当时在上面 第一句话我就是说 商务印书馆一百多年的历史 而且是以这个 不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还有一届国外一切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 为己任 做的都是传统出版的事 可是到我这里头 我怎么变得这么倒霉了呢 就风银俱换了呢 马上就要是改弦一辙了呢 就变成做数字了呢 在您没想清楚这点之前 对他们杀入了这个地盘 恨吗 不仅仅是恨 就是有一种就说 用台湾的一位出版人的话来说吧 就是一群野蛮人站在了门外 就是寄予着你的好东西 就是生抢 因为他们不会是很理性的认识到 就是说出版 他们进入到这里边来 所谓的拥有技术 他们仅仅是服务内容的一种方式而已 那么他介绍到这个新的产业 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新的产业里边 那么他应该发挥 他价值链应该有的作用 所以您当时这个粪笔集书 写下了数字出版期问 反响相当大 因为他的这个文笔太犀利了 您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一两段 都我们大家回忆一下吧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说我第一个我就讲 数字出版是一个被误用的概念 在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 编辑就应该被取缔了吗 编辑没有他应该有的位置了吗 所以这几年来 我在任何地方研讨会 研检也好 我经常讲 编辑是人类最伟大 最神圣的职业 那么只要有人类文明存在 编辑就必然存在 如果哪一天编辑不存在了 那么将对是人类文明的灾纳 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 大英百科全书的主持编撰者之一的一个人 他讲过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信息量过多 跟信息量过少 同样对人类有害 对人类的理解造成一种障碍 现在我们就生活在信息量爆炸过多的时代 甚至真假难辨的一个时代 那么人们面对这样的信息 无所适从的时代 所以这就是编辑应该发挥它的核心的作用 出版的方式可能不是很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 你们能不能给读者带来 大家都公认的好东西 所以现场二位建议不建议 在这PK一下 二位谁先来亮出你们的绝火 我们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全媒体出版的这么一套体系 那么我们可以把同样的一个内容 通过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包括和出版社合作 把它出版为纸质内容 手机图书 互联网图书 手持阅读器图书 甚至是视听产品等等形式 我们自己现在覆盖的用户人群超过六千万 咱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 咱们今天张总在这 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叫一月通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叫一月通 就是通四海 所有全球的 你看他们现在已经可以链接到 直接数字的包可以发送到全球多少呢 两万五千个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公共机构 国内也是去年已经达到了多少 一百多家 那今年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它是通过了数字的这种叫书目的信息数字化 内容的这个数据库和公共平台的搭建 海内外全部通了 所以叫一月通 如果从质量方面来讲 你怎么能确保在这么海量的阅读内容当中 有不少是我们大家需要的所谓的有用的内容 我怎么确保内容的质量呢 方法很简单 第一点和出版社合作 因为出版社有最好的编辑 对吧 就像刚才余总讲到的 那么这些编辑经过它的欧星力学的工作 我们创造出的或者编辑完成的这些产品 我们觉得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愿意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以数字化的形式去呈现它们 同时来讲 我们自身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编辑队伍 我们有超过上百位的编辑 刚才那个视频确确实实我原意 因为我到今天为止 依然呼吁更多的优秀编辑加入到我们的平台上 当然会同意余总的观点 并不是说加入我的平台才能干一百年 在别的平台上当然有机会 甚至我认为在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平台上 是肯定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这个佟总是信心满满 谭总我们听听您有什么大招吗 内容是根 本是什么呢 是编辑 为什么本是编辑不是我总裁呢 因为内容主要是要通过编辑去选择 他们是跟内容站得最近的人 选择是一种思想的活 他所有的这些内容 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编辑 是几代编辑 几十年全国这个方面的专家聚合起来 比如讲二十四十 二十年之功 所有的这个注解 用二十年慢慢积累起来 然后用十年把它数字化 这就是三十年了 你们刚才反复提及的很重要的人 叫编辑 有这样的一个小例子 也许可以让我们看到编辑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挥的力量 爸爸特别特别特别想你 爸爸想让你来 你的心 爸爸看了好几遍 好几遍 好几遍 你的心 就放在爸爸的枕头旁边 爸爸 特别 特别 特别想你 爸爸真想 马上 飞到你的身边 可惜 爸爸 没有 翅膀 可惜 没有 可惜 没有 爸爸 1970年 7月 12日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番感动 就是来自于书的力量 小爱 爸爸很爱你 这本书我听说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写完了 是吗 到现在才出版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这本书就是一个缘分 这个 因为你刚才讲了 他是在69年到1972年 丁武这位老漫画家 当时他不老 那么他的女儿只有八岁 他离开北京到干校去 那么他想念他的女儿 给他女儿写的信 那么他是个著名的漫画家 所以他的信呢 主要是画出来的 他要他女儿能看懂 八岁吗 那么他要选择一些干校里 特别有意思的事 比如说 怎么养鸟 怎么吃蛇 怎么抓青蛙 这些事情 怎么钓鱼 怎么对着天空和鸟去对唱 他把所有这些事都画得活灵活现 这样的一个老漫画家 他在那么多年前的作品 对今天而言 我们依然可以用一个好书来形容它吗 那当然 因为这种书 就我们做编辑的 就是碰到了一块金子 但是你碰到一块金子 它怎么能闪光呢 刚才坦诺也讲了 我们编辑的责任就是内容 我们是选择 编辑的第二个重要工作是加工 刚才讲到数字出版 我相信这本书 数字出版是不行的 因为它是画出来的 它有尺寸 它画的上面呢 有眼泪 有抹的 有脏的 有历史 全用彩色印刷 用和他写的那个信的纸 一样的纸来印刷 你看了以后 你就感觉到这个 这个时代 历史 这个过程 有了好作品 如何让好作品 传递到读者的手中 那就涉及到一个渠道的问题了 这方面呢 我们想让二位展开第二轮的比拼 你们究竟各自有什么样的绝招 让你们的好书 能够更容易的遇到它的知音 送达到读者的手里 数字出版呢 确确实实有它自己很多的优势 举个例子来讲 过去在传统出版的时候 我们有一本好书 我们传播给了读者以后 也许它有一百万甚至一千万的读者 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读者是谁 怎么样能够再给它 比如说莫言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 那么有人是他的粉丝 莫言每出一本书都会去买 但是可能莫言老师永远不知道他是谁 也无法把他一本新书送到这个读者的手上 而数字出版呢 我们可以精确的记录 我们这位用户的特征 和包括他的这样的可以送达他的方式 如果说我们有他的手机号 那么当莫言老师一部新作品出版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出版 送达他到他的手机上 这听起来他们的优势相当的足 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吗 他们是比较侧重在对个体终端 个体用户 我们现在开发的一个渠道 是主要优势在对机构 正在尝试着向更大范围的个体用户 所以我们中途现在正在做这个事 有一个数字平台是吗 我们打造了一个 跟中央在线同样优秀 也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一个预约通平台 我们现在进步发展 4万多家机构用户 国内国外 那么还有一百多万个人用户 也就是说海外的读者或者图书馆 先要看我们中国的图书 就能看到能够发现到能够买到 所以你们现在也开始做数字阅读了 数字阅读 对 所以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声音器 其实对于同志磊先生来说 你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是来自传统出版领域 你觉得这回是不是轮到来反攻了 我们采用的大数据的技术 可以去了解读者的偏好 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知道 读者想看什么书 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读者可能比如说想去考大学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考大学相关的一些指导读物 推送到他的面前 我从来有个观点 没有人不喜欢读书 只是他没有找到他想读的那本书 而我们的数字出版 恰恰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技术优势 可以实现图书和内容之间 一对一的精确的对应 出版集团还打造了一个核武器 这个核武器到目前为止 谭总都还没有把它亮相给全国的观众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让大家看一看 听说这个核武器只要你说中文 它就有可能变成英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 如何让百姓阅读世界明术时 不受语言的困扰 如何增加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 我们已经能够把一本著作 可以同步的非常迅速的来呈现成 多个版本的著作同步来发现 你理想中的全民阅读时代究竟是什么场景 其实全民阅读是什么呢 就是它既是一种学习方式 也是一种工作方式 既是一种社会思想交流的方式 也是一种社会思想交流的方式 稍后请继续收看对话 出版集团还打造了一个核武器 这个核武器到目前为止 谭总都还没有把它亮相给全国的观众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让大家看一看 听说这个核武器只要你说中文 它就有可能变成英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 叫什么技术 异云 异云技术 中国的翻译市场国内200个亿亿的产值 他们一对照自己觉得空间太大 可是靠口口翻译是做不到的 怎么办 机器翻译 为什么叫异云呢 异云就是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条件下来做翻译 如果我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英文小说 我想让它翻译成中文 我们借用这样的技术有可能吗 通过这些最新的互联网科技技术 我们是不是可能性了 是我们已经能够把一本著作 可以同步的非常迅速的来呈现成 多个版本的著作同步来发现 这实际上实现了一本著作 能够向全世界的人民去传递中国的文化 另外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读书的主题 异云的网页翻译实际上将人们的阅读的广度大大的拓宽了 因为当我们在阅读到 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现在阅读的都是中文的内容 但是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语言障碍 当我们需要阅读德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内容的时候 网页翻译 机器翻译可以帮我们大大拓宽我们的视野 拓宽我们的阅读范围 我们称之为语言大数据 我们对这些语言进行分析加工处理 能够将我们的获取更加有用的成果 所以说机器翻译技术将我们最权威的内容 最好的内容 最优秀的文化 给它插上现代科技的技术 数字的翅膀 让全世界的60亿人民能够阅读它 获取它 我们看到他们二者之间 爱和恨的转换的关系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有趣 我想问问陈丹院长 你觉得未来这种发展趋势来看 是爱的比例会更大一点 然后他们会永远在一起 或者是在爱当中又会夹杂出新的一些恨 一个是以传统出版的代言人 一个是数字出版代言人在弄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词 还是应该再明确一下 我觉得和数字出版对应的不是传统出版 而应该是纸质出版 从学理的角度来说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俩不是对应关系 而是一个发展的关系 或者说换句话说 现在咱们纸质出版 是代表着一种传统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而未来的出版都是数字出版 都是数字出版 因为它是通过数字的方式 对内容进行编辑加工 进行传播 进行传递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们其实不是一种竞争关系 它们未来会幸福的在一起 对 那这样的关系 放到全球视野里来看 我们也想知道一下 在英国 如果说传统的这个出版者 跟数字出版者之间 它们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吗 我认为它们是旁边的旁边 现在已经有很多比赛在这些十年纪录 也有很多比赛,像我们听到今天 但是在英国现在,我相信大家都觉得 数字和纪录都相对相对 而是真的只是给予了更多选择 也也给予了很多机会 我认为,我认为这些东西 有所 fascinante在这些设计 是每个人都很喜欢 我们很高兴认识谈谈 如果那些是故事 或者那些是知识 但大家都很高兴 发现最好的方法 把内容进入人家的手段 当然是创作者的业务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完全是 创作最好的方法 我们找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例子 把更多的人能够带到深度阅读当中 那么他们到底想出了 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 对繁忙的信念人来说 要在一个月内看完一本书 非常的难 不过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如果你在两个月之内 不能看完它的话 他可能就会生气 生气的结果 是书上的文字就会跑掉 只剩下白纸一张 这本很有个性的书 是由阿根廷一家出版社出版的 名字叫做《不能等待的书》 是一本拉丁文学的新作 一刷时 出版商使用了特殊的原本 让书中的文字 只要碰到空气和阳光 就会逐渐的消失 如果从密封包装打开两个月内都不看 恶计就会完全消失 其实出版商最主要的想法 就是利用这种手法 来吸引消费者购买纸质图书 结果如出版商所愿 这本神奇的书创造了热卖 在媒体的教教下 人人抢着购买 行销非常常用 最近小说家詹姆斯·帕德森推出了一本会自动爆炸的书 这名叫《私人维加斯》的小说 带有一个自我爆破装置 从翻开书页的那一刻起 24小时倒计时装置也随即启动 无论你有没有读完 这本书到时就会自动爆炸 在官方发布的宣传片中 读者争分夺秒的去翻看这本书 在一天的时间内跟倒计时装置赛访 因为炸弹四周有保护装置 这本书的爆炸程度并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失 这本会爆炸的书 可能给我们传统的观念也来了一次爆炸 陈代院长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建议没有 应该充分的利用这种现代化的数字化的手段 来把咱们的内容送达到咱们读者的手中 贾平蛙的他的最新的一本书 戴登这本书 这本书他其实就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的数字化的渠道 通过这样的在这样的阅读圈子里面的 这个社交的人际的这样的一个圈子 而且通过开发了很多主题的阅读来推广 所以让这本书的电子版很快的就能突破到一万两千册 而且它同时也带动了这本书的纸质版 它也突破了五十万册 的确我们大家也看到互联网的技术 正在非常深入的改变着人类的发展进程 我看到的第十一次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当中 也显示了跟网络相关的一个信息 那就是45%的人已经把网络作为他们主要获取资讯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当然他们上网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 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今天在网络上我们并非能找到的都是一些唯一真实的信息 往往鱼龙混杂成为了我们在网络上难以辨识真伪的一个障碍 2014年3月30号 有网友利用百度百科字条可以编辑修改的课程 将PX的读性由原来的底谷改为剧 见到这样的情绪 清华大学几名学生当期决定 用所缺的知识将PX的读性改为低谷 可随后又被改为剧 就这样五天内词条被反复修改达35次 然而同学们的这种修改 竟然引来一些网友的指责甚至是乱乱 他们认为学生们确保知识 对PX词条进行错误的诱惑 而这场PX词条保卫战也让网民们无所适从 他们无法确定PX的读性到底是不是剧毒 而只能抱着一可信息又不能信息无的人 相信 人们不禁要问谁来为网络信息取真 2015年4月 一场关于PX词条权威论证会正在进行 今天请到金老师说我们五位这种在行内非常有名的专家 可以对这个在修改过程中可以更加准确更加具体 一定要做PX 可是这个怎么做 我想这个 一定要把这个事做起来 绝对不能说 一阵风就把我们一大楼吹垮了 假如我们社会就这么脆弱 几个人一造谣 我们就可以把一大楼推倒 那我们 我们认识干嘛 对不对 所以就说你一定要解决问题 在这场论证会上 PX被正式定义为非读 组织这场论证会的正是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互联网上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虚假信息 正在危害着我们的真实的生活 我们究竟可以为网络求证做一些什么 目前我们正在做的一项工作 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网络版 这个网络版的一个基本特征 大概有这么三点 一个就是它跟传统的百科一样 它是一个知识的一个总会 人类知识的一个总会 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一种查询的一个功能 第三一点 就是我们想把它打造成一个知识服务的一个平台 也就是能够满足用户的一些知识诉求 尤其是个性化的一些知识诉求 由于我们在像谭总说的碎片化的知识 怎么去给它整合 我觉得这也是传统出版 刚才他说了准确的讲 纸质出版 其实也是我们素质化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如何标准化 权威性 大百科现在做 其实是已经做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过去的 它的内容的积累 反复垂炼 反复垂炼 已经做了一个深度广度的积淀 但它也暴露了它一个缺点 这是我们网络版要实现的 就是它的互动性 即时性 我觉得大百科很有创造性 就是搞权威版的同时 再设计一个互动版 也就是说如果我是用户 我做这个论文 我是非常严肃的时候 我就只找权威版 但是新材怎么办呢 我作为参考 我提示你 这可能不是很权威 但是大概其 百分之七八十大概其了 它互动版有 国际上有一个叫做维基百科 那么维基百科 它的词条就是由众多的网友 来进行编辑和提供的 那么有专家进行过词条的 准确性的验证 发现它的词条的准确性 并不输于WDM百科全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正是因为互联网的这样的力量 它凝聚了更多人的智慧 如果有它的好的机制 那么最终它一定会 走向越来越大的完美 李克强总理在提倡全民阅读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们会觉得 书香四溢的时刻 是一个最美最幸福的时刻 你们理想当中的 和你们认为的全民阅读 究竟该以什么样的形态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和谭总做的事情 一个是纸质的传统的媒介 一个是数字媒介 我打个比方 我们其实就像谭总这边是陆军 我们是空军 我们真正要全覆盖 就一定要陆海空三军 才能真正实现全覆盖的全民阅读 去年年底 你看政府倡导了以后 各种好书榜单就开始出现了 一大批 他们告诉我一个信息 让我一个晚上没睡好 什么信息 那就是我们集团在一个短时间之内 上榜的图书 好书是140种 140种 那天虽然没睡着 但是后来昏昏沉沉地做了个梦 大概跟我们这个全民阅读的愿景有关 就是在落日的草坪上 人们在读书 在城西的河岸边 人们在读书 在旅行的机舱上 人们在读书 换句话来说 请了以后我就在想 其实全民阅读是什么呢 就是它既是一种学习方式 也是一种工作方式 既是一种社会思想交流的方式 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 有人讲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一见面 你吃了吗 便能 你看什么书 我们希望在节假日 表达心意的时候 送一点土豆茶 更多的变化 我送你一本书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阅读 全民阅读 能够成为中国梦的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美丽的一套 电脑 手机 微信 微博 碎片化阅读 颠速传统阅读模式 如何能让大家的阅读 更有质量 为什么从你在记者见面会上 强调全民阅读 能否缩小中国阅读 和世界十倍的差距 阅读和财富 有什么关系 世界读书日 让我们品名书香 和阅读 来一次心灵对话 大飞机 中国怎么造 200吨级的飞机 我们是一张图子的 不是那飞机没有造出来 就可以飞了 甚至它的功能 性能 我们都能发现 马桶盖为何国外好 现在是肯定是没有空间 中国并不是做不好的马桶盖 这个问题对中国上来是很大的问题 互联网信息化工业四点 中国制造的出入在哪里 中国人实际上已经错过了前两次 这个东西不变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一直跟着别人过去 中航工业董事长林佐宁 做客对话 解开中国制造基因密码 5月3号播出 敬请收看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 今年的4月23号 又一座规模更大的三连24小时书店 就会在这座城市的紫月时分 点亮它的灯火 当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 变得越来越匆忙的时候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是一次又一次地渴望返回心灵 去寻找阅读 曾经带给我们那份心灵的明镜 4月23号是世界阅读日 它更像是一场文化的驻足 一场心灵的坚守 但愿这毫无功力的阅读精神 能够不仅仅出现在这一天 而是长达我们生活的左右 中文化的证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